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OU的频道 我是Lucas 今天很开心要跟大家介绍我们OU新进的两位非常厉害的伙伴 那接下来我们OU就会开始制作影视配乐相关的业务 还有YouTube的新节目计划啦 现在介绍我们的新任培乐实习生Vivian Hello 我是Vivian 我从国高中就是读音乐班 然后主修是打集乐这样 等到大学的时候很荣幸可以申请到 Berkeley College of Music学习电影配乐 就是Film Scoring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跟突破 因为以前是音乐班 完全都是照谱上的音符 一个音一个音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那到另外一个领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学习到很多关于配乐的知识 那现在还在努力冲刺中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音乐制作人光鑫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光鑫 我大学的背景是机具型 在学习音乐剧的制作之后 我就开始对配乐这一块很有兴趣 然后我就想说去进修作曲啊 编曲这一块 所以我就开始去找老师学 后来工作了几年之后 做了一些剧场配乐 才决定说 哦 我想要去国外进修电影配乐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跑到美国的Columbia College of Chicago 去念电影配乐研究所 在这两年期间其实也累积了很多的作品 还有不一样的写作技巧 我还蛮想问你们就是说 电影配乐专业的人才来投入这个产业 我会选择成为OU的伙伴是因为 我知道OU一直有在流行音乐的教学上 进了很多的心理 那从我自己个人专业的角度 我就会想说 其实音乐就不止单一流行音乐这样的类型 电影配乐其实涵盖的更广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加入这个行李 发展影视相关的培约 如果还是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听众啊 我想要套路这产业的朋友 有一个平台可以一起来专业这一款 让整个产业可以更加活络 让很多人有这方面专业的知识啊 让大家可以有更正向的竞争力这样子 我觉得光芯讲得非常好 就是现在看流平台这个东西 真的已经非常普遍了 然后外加现在疫情又这么严重 学校上课啊 还是开会啊 都是采取线上的方式 我为什么当初会来到OU呢 那时候也是自己上网找了一下 台湾中区的音乐工作室 然后那时候也就翻到Lucas的介绍 然后就觉得哇 实在是太强大了 那我觉得现在能够利用这个串流平台 这个方式去帮助到更多人 想要去做制作这一块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工作室 就很希望可以一起合作这样子 OU其实在你们加入之后 增贴了蛮多不一样的色彩跟能量的 那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 做流行音乐跟影视配乐的思考逻辑 是不太一样的哦 用的乐器跟编曲的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他们在OU已经开始制作一些客户的案子 重点是客户觉得他们制作品质非常的棒 但阿姨目前还在制作期中 我不能跟大家分享 你们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在接案的时候 你们的流程跟思考模式会是怎么进行的 我们会跟客户讨论他们的剧本啊 然后整个作品要发展的方向是怎样 对外的话 他也不只是只有跟导演讨论 你可能还要跟一些声音的部门啊 然后美术部门啊 电影就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嘛 所以各部门之间要怎么协调 才可以让这个作品呈现出来是好的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配乐本来就是用来服务 很香的 的确呢 客户是非常满意的啦 客户有跟我说就是 到底是在哪里挖脚你们进来的 说到这边呢 大家如果想要让我们来制作影视配乐啊 动画配乐游戏配乐剧场 配乐任何相关的配乐形态 都非常欢迎 我们光熙呢跟Vivian呢 制作能量都非常强大 期待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为他比较百姓的配乐 我相信在这个合作的过程 一定会有很多的沟通的火花 就像我们之前做过的剧场配乐 蛮有趣的 因为你要持续的跟你的客户 导演啊 制作人啊 各个部门 有时候也是需要沟通 但是答案导演是最主要的 那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意见不同的时候 但是 因为大家的方向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想要让这个作品 成功出来是好的 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创作的过程 对啊 那制作配乐不是说 我们做出一个东西 或是客户说什么 就是我们就一定要 固定在那个想法里面 而是我们能够去 彼此沟通 去交流 让每一个作品都有不一样的品质 跟它的特色 我觉得很感动 很多很专业的人就开始不喜欢沟通 就觉得你凭什么要质疑我的作品 真的是我做什么你就得照单全收这样 我之前就遇过有一个音乐人 他也是在接安制作 可是他现在没有在做 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讨论说 你在接安过程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然后他就说没有 反正客户叫我做什么我就做 不断地满足客户这样 那我说那你都不会给他一些建议 或者是你有些想法 说没有啊 这就是一个工作 所以他后来没做 因为没有热情 大家来说就是一个工作 反正就是大家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他也不会去跟人家建议说 也许这样会更好 变成他没有热情 因为他觉得他做的东西 都不是他自己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 有分两种层面 第一种就是 大家如果一开始自己再出来接安制作 第一步沟通 可能大部分都会先满足客户的喜好 就是做成他喜欢的样子 但我觉得好一点的做法是 在沟通的过程是要丢球的 我丢给你 你要接 可是你自己也要丢给对方 所以你要建议他 他可能想到这种感觉 可是依照你的经验 你觉得那样的东西会比较好 你就可以去建议他 如果你的建议被客户采用了之后 我想那种成就感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不是在做工作 因为你自己一样的东西 然后客户喜欢 他就是变成你的履历了 你就敢跟别人说这是我的东西 你怎么不能每次都跟人家说 这是客户的东西 我也没办法 你也不敢拿出来 渐渐就会在这一个方面上失去热情 爱知道音乐圈比较小 那竞争也会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累积自己 有代表性的作品真的还蛮重要的 一开始你可能 满满的热忱 对吧 做这个其实我们是服务业 只是服务的内容是音乐本身 那我觉得良好的沟通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光新制作人最喜欢跟客户说 我们搭乘了一个有机的沟通 没错 其实刚才Lucas你提到的 丢球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有机的沟通的 对对对 像丢棒球一样 你不能都一直接啊 谁一直想要当捕手 大家都想要当投手嘛 但你也不能一直当投手 去质疑你的客户 试着站在客户的角度去理解 他想要呈现着作用的方向跟感觉 然后你再引你自己的专业 去想办法把他们做一个结合 想到比较像是人生的这种工作的那种态度 就会变成说 这样我做起来才会有成就感 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对 不然他最后就会被磨掉 就变成一个工作 那这样我觉得蛮可惜的啦 就像我前面讲了 我觉得你们加入之后 让OU产生很多不一样的色彩跟能量 他们很专业 但他们也很愿意沟通 这完全符合OU的品牌的精神这样 我们一起在OU这条船上 然后一起航向更宽广的大海 会希望说OU未来在我们的团队 这下广更多的音试配乐相关的知识 给更多喜爱音乐的朋友 为我们在音试配乐产业 培养更多的软实力啦 让更多人投入之后 就会慢慢的有更多真相的竞争力 就是这产业会变得比较 比较多人重视 对对对对 而且是以一个正确的知识跟管理 去做这件事情 OK好 那我们OU这边呢 已经开始推出影视配乐相关的课程 很适合接下来想要往影视配乐发展 或者是你本身是学习古典音乐 想要往多元领域的发展的朋友 那预告接下来呢 我们光芯跟Vivian 即将推出新的YouTube节目 好 目前讨论下来 其实还蛮精彩的啦 对啊 因为我们准备蛮久的 应该会蛮精彩 那希望藉由这个新的单元 新的内容 可以让更多配乐的人 对这方面更有兴趣 如果你也开始期待光芯 跟Vivian推出了新节目的话 就要继续Follow我们的YouTube节目 如果你想要上我们的歌星音乐 或者是影视配乐相关的课程 请到下方资讯栏 做报名或询问哦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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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